不用集成袋的吸塵器 没有叶片的风扇 又或者迷你的吹风机 英国家电品牌Dyson打破以往的概念 推出革命性产品 成功站稳竞争激烈的家电市场 207年更宣布要开发电动车 砸下约45亿台币在英国新建电动车测试中心 在这之前就先花了约新台币805亿元研发电动车 是特斯拉五年的研发经费 最近更公开转理设计图 简易设计图看得出流线的车身 Dyson电动车可能会有很长的轮距 鞋背椅的内舱加上引以为傲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但性能上没有多说明 使用固态电池技术 标榜续航力比其他大厂多50%以上 但电动车的重点可不只有电池 但目前电动车市场竞争激烈 从双B 福斯再到特斯拉 都纷纷推出自家的产品 家电大厂能否成功跨界卖车子 2020上市后才能见证章 山选注意您方向台北报道